女人躺在床上痛苦分娩 她弯曲双腿抓紧床单 用尽全力发出嘶吼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分娩结束 女人拿出洋娃娃 搂在怀中安抚 其实女人无法生育 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体验生孩子的感觉 女人名叫小花 虽然自己是不孕不孕 但她却挺着个大肚子 来参加产前训练班 因为她想要一个真正的孩子 于是混迹在众多孕妇中 寻找目标 她盯上了小黑 小黑夫妻刚来到这座城市 人生地不熟 自然成为了她的理想目标 训练课结束后 小花主动来搭讪 同为怀孕的女人 有很多共同话题 二人渐渐熟悉 成为好闺蜜 一有空闲 二人便约出来 聊天 喝茶 逛街 二人无话不说 从诗词歌赋 聊到人生理想 从家庭情况 聊到育儿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小花觉得时机逐渐成熟 于是约小黑夫妇到自己家做客 盛情难却 虽然小花家十分偏僻 但小黑夫妇还是欣然答应了 夫妇二人驱车附会 殊不知这是一场鸿门宴 小花精心准备着晚餐 和小黑拉着家常 很快夜深人静 小黑夫妇吃饱喝足 准备回家 小黑却突然犯困陷入昏迷 丈夫搀扶正准备起身 小花出现在身后 不怀好意地看着夫妇二人 慢慢靠近 二话不说就是一斧子 等小黑再次醒来 她发现小花根本就没有怀孕 小黑赶紧呼唤丈夫 可翻身一看 丈夫早已领了盒饭 小花将小黑丈夫的尸体 用塑料袋绑好 扔进了盒里 接着去处理他们的车子 打开车库门一看 乌鸦鸦一车库的大奔 看来小黑夫妇 早已不是第一对受害者 紧接着 小花把小黑拖到床上 虎花大绑 防止到手的猎物逃跑 站在床头 小花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小花向小黑解释 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认定了她 表示就是想要小黑肚子里的孩子 孕妇被骗到荒山野里 脚背铁链锁住 她大声呼唤救命 女人丝毫不慌张 周围全是荒帝 根本不会有人来 呼吸完新鲜空气 小黑又被带回了房间 用大铁链锁着 小黑身无可恋地坐在墙角 突然 小黑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朋友小赖来电 小花怕事情败露 找到小黑询问 她解释道 小赖是她的一个朋友 他们约好今天见面 小黑还表示 朋友知道他们夫妻来这里 以此来恐吓小花 可小花可不吃她这一套 逼小黑解开手机锁 决定单独去会会这小赖 可来到约会地点 却没有找到人 小花气急败坏 小黑趁小花出门 在家里翻箱倒柜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盒子 里面是各个受害人的信息 上面详细介绍了 各个孕妇的特点 当然还有她自己的 小花都市找没有朋友 天真的孕妇下手 另一边 小赖正在四处寻找小黑 在产前训练般得知 小黑已经很久没来训练了 逐渐发现事情不妙 小赖顺藤摸瓜 找到了小黑的住所 信件堆了一笔没人收 衣服放了几天也没洗 小黑夫妇根本不在家 一番寻找 她发现了桌子上流的字条 写着 周日 下午六点 在小花家晚餐 干掉小赖的计划泡汤 加上小赖一直在寻找 她担心自己的计划 迟早会暴露 于是决定先下手围墙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她把小黑的手机丢进盒里 决定给小黑进行剖妇产 尽快取出她肚中的孩子 事先小花为即将出生的孩子 精心准备了婴儿房 趁小黑参观 将她麻晕 这个女人太狠毒了 自己无法生育 居然想拿走别人肚子里的孩子 她拿起手术刀准备动手 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想到这她的双手更加颤抖 最终她放弃这个计划 决定强行让小黑喝下催产药 让她自己顺产 要笑很快 小黑的肚子开始有了反应 小花决定先出门准备生产用品 小黑独自在家逃跑的机会来了 在寻找逃生工具时 却意外地发现一盒资料 小花根本不是她所说的护士 盒子里还有一叠旧报纸 上面的新闻显示 原来小花14岁时曾意外怀孕 父母怕有辱家门 长期虐待她 直接将她肚中的孩子取走 最终导致她再也无法生育 小花一怒之下将父母二人杀死 最终被判入狱 几年前 小花刚刚刑满释放 出狱后 不幸的童年遭遇 加上自己不能生育 才让她有了要别人孩子的恐怖想法 发现真相的小黑恍然大悟 就在这时 小赖根据线索 找到了小花家 听到有人敲门 小黑大喊救命 小赖破门而入 随后找来铁棍 撬开地板上的铁链 正在二人准备逃跑时 小花从后面出现 朝着小赖的头就是一铲 生怕没死 又是连续几铲 旁边的小黑健壮 捡起铁链砸倒小花 随后转头就跑 开车逃离 小花赶紧开车皮卡追击 本想着皮卡怎追得上跑车 没想到小花直接超近倒 出现在了小黑前面 两车相向而行 就在要撞上时 小黑猛地一打方向盘 车子冲入麦田 小花冲上来就给小黑一木板 小黑再次被抓回去 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 小花狠心用斧头 把他的左脚敲断 小黑被疼得大骂 晚上 小黑发现小花的猫 在舔视地上的血迹 又看到地上的木块 他心生一记 忍着左脚的剧痛 小黑捡起地上的木块 等小花处理完小赖的尸体 听到一声惨叫 推开厕所门 发现瘫坐在地上的小黑 还有满地血迹 小花愤怒地砸碎镜头 发现了垃圾桶里惨死的猫咪 小花掏出剪刀 便要杀掉小黑 没想到小黑先下手为强 一木块扎在了他的脖子上 小花倒地身亡 小黑赶紧打电话报警 这时 他肚子一阵剧痛 最后成功生下孩子 在危险面前 母爱永远是 最伟大 最坚实 最勇敢的 也提醒各位宝妈们 时刻警惕身边危险 保护好自己和孩子 这就是美剧 深入黑暗 知孕妇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